放下去 承轮 大人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桑鱼身边最亲近的人 整个事件他是否知情 是否参与 是否隐瞒了证据 甚至是否直接帮助了杀人 大人 我也是桑鱼最亲近的人 好 白千基 你告诉我 镇上的人得的是什么病 他们种的是质瘾类的慢性毒药 千基 虽然知道的不多 但是可以确认的有 曼陀罗 婴肃 蝉苏 五菱纸 海域 玉簪花 鬼咎 你回答得那么确定 就不怕我怀疑你吗 事情重关于疫情 千基不敢隐瞒 好 把人带上来 大人 大人 这位 是太医江大人 我特意请他来到红尼镇 带来大量治病的药物 但是 现在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镇明所重之毒 在下闻所未闻 在未确定毒药和药理之前 在下不敢贸然施旧 就在刚才 在下也只确定了毒药的四种成分 不知千基姑娘 又是如何确定其他成分的 之前在鬼市得知了一些 直到我后来听到了一首歌谣 才确定了最后一个就是鬼咎 这两位患者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们的家人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同意施药 白千基 你有多大把握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千基姑娘 求求孩子他爹吧 我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跟你跪下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千基一定尽力 好 丧鱼已死 但是 他该接受的审判 是逃不掉的 至于白千基 你和成人是否无辜 我不听你们的一面之词 证明给我看 成人哥 你没事吧 我们来看看你 这是给你带的吃的 快起来吃点吧 你不吃 我可吃了 成人哥 千基姐姐 已经在调配新的解药了 你也快点好起来吧 算了 我们走 爱吃不吃 快走 还拜托 快走 赞 赞 赞 你 快走 赞 去 辭 泣 就 那算我运气不好 等我会关输你 你别再较劲了 没什么东西比你的命重要 你不要忘了 你身上中的毒 只有我能解得了